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期视频我给大家介绍了如何申请安省电力公司的节能补贴计划 这一期视频详细介绍换LED灯节能补贴到底能返还多少钱 我这里有一个excel文件就是一份电子表格 总共五页子是安省电力公司编出来的关于换灯节能补贴金额的具体文件 14日期从2022年10月12号到2024年底 什么样的旧灯具拆下来换成什么样的LED灯 然后这样一拆一换一套灯具补贴多少钱 都是明码标价的一点都不含糊 你做工程的时候对号入座 看看你要换灯的工程里面涉及到几款灯具 分别把那几款灯具在所在的文字找出来 然后填上相应的数量补贴的金额就自动算出来了 这个文件的英文名称叫Prescription Retrofit Program 翻译成中文叫触方性表格 我觉得还挺准确的 跟填字游戏一样 按照表格填 填好金额就自动出来了 我们来一行一行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首先有一点给大家说明一下 从2022年10月开始 所有室外的LED灯具不再享有安省电力公司的补贴 所有的室外灯具都被从这个表格里剔除出去了 所以这个表格里面根本就没有任何室外LED灯具的补贴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表格 第一大类 第一大类是冷藏或者冷冻展示柜的LED长条灯 它是要求用现在这个LED的冷藏柜的灯 是一种LED灯条 它要求用小于13瓦的这个灯具 大家可以看到小于13瓦 然后在24寸到48寸之间 有这个DLC认证的 把以前的日光灯管 四指的日光灯管坏掉以后呢 这个每一套灯具 它给你补贴20块钱 那你必须要有这个制造商的名称和这个产品名称 同时呢 要有这种节能认证DLC的号码 大家一定要知道 而且这个所有的LED 有DLC认证的LED灯呢 是外置的LED driver 就是那个火牛是外置的 不能是一体式的 它每一套灯就补贴20块钱 当那个你新装的这个LED灯 是用了代替48寸到72寸日光灯管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说的四尺到六尺灯管的时候呢 你这个DLC approve的那个LED灯条 是小于30瓦的话呢 它每一条灯补贴25块 这个就是第一大类 就是我们说的冷冻展示柜 你补贴四尺以下 包括四尺补贴20块钱 然后呢 四尺到六尺 30瓦以下 它补贴25块钱 就是这样的 第二大类呢 是LED桶灯 我们也叫LED色灯 包括装在天花上的那个LED吸顶灯 或者装在墙上的LED闭灯 它的英文呢 就是Resessed LED Downlight 或者Wall Sealing Mount Fixture 这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大家见到的那些桶灯 它也要求呢 有三个补贴类别 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LED桶灯 你装上去以后 这种桶灯或者吸顶灯 你的那个流明 输出流明 就是我们说的新买的灯具有多亮 它大于400流明 小于600流明的情况下面呢 它每一套灯呢 补贴5块 当你这个灯 输出的那个光通量 大于等于600 小于800的时候呢 它每一套灯补贴10块钱 当你那个新换的那个桶灯 LED桶灯 或者是LED吸顶灯 或者墙上的壁灯 它那个输出的光通量 就是很亮 超过800流明的时候呢 这一套灯补贴12块钱 所有的这是我们说的 LED Resessed LED Downlight Wall Mount Fixture 或者Sealing Mount Fixture 都要有 一定要有工厂名称 代码 能源自信的那个节能号码 或者是DLC的节能号码 然后呢 补贴金额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5块 10块 12块 每套灯都要有节能标志 第三大类呢 就是LED的 射灯灯泡 也就是 我们平时说的那些 PAR Lamp PAR 20 PAR 16 PAR 20 PAR 30 PAR 38 或者B230 B240 还有一些小的GU10 这些R型的 也可以是插针式的 就是那种12伏的 或者GU10的 也可以是螺旋式的灯角 这些灯泡呢 它也是这样 有这个要求的 我们现在讲的 所有的灯具 必须要有 制造商的型号名称 同时呢 所有的灯具 必须是DLC 或者是能源自信 你要有这种 DLC或者能源自信 节能的号码 一定要给出来 好 然后这些东西 有了之后呢 它就按照 你小于等于7瓦 但是你光量超过250流明 那就补贴4块钱一个灯 当你这个输出流明 大于400流明 大于等于400流明 小于44瓦的时候呢 它也是补贴4块钱一个灯 你光通量输出超过600流明的时候 但是你实际耗电小于等于16瓦呢 它就补贴6块钱 然后光通量超过800 然后耗电量小于20瓦 那就补贴10块 那最大的呢 就是光通量超过1100 实际消耗功率小于等于30瓦呢 就补贴10块钱 就是这些射灯呢 就是灯泡 这相对灯泡来而言 它最小补贴4块钱 最大补贴10块钱 这就是第三类 就是LED射灯灯泡 第四类呢 就是一体化的LED平板灯 天花灯 或者是那个LED工商业用的长条灯 就是我们说的commercial strip 或者就是那个 大家经常看到的LED平板 二层二的平板 一层四的平板 二层四的平板 但是我们这里讲的 叫Integrated LED Trouble 或者叫Integrated LED Linear Lighting Fixture 什么意思呢 是指它是一个全新的灯具 你这个灯具 不是拿去改造旧的灯具 而是说要把旧的灯具全拆掉 然后把它放上去 是一套全新的灯具 它是怎么来分类的呢 如果比如说像这个第一行 你用二层二的平板灯 来代替以前旧的二层二的入光灯 灯具的话 它呢补贴18块钱 就是二层二的 一层四的呢也是18块 二层四的呢补贴27块 所以你这个就很简单了 你如果你买二层二的 你买了多少个数量 你在这里比如说填个20 那一套18块 那后面就补贴360 这个补贴金额就自动出来了 所以它每一个补贴都是有明码标价的 所有的灯具还是那句话 要有工厂名称 型号 同时能在DLC或者能源之星的网站上 查到它的节能号码 这就是第四大类的LED平板灯 好 我们再看第五大类LED 平板灯长条灯的升级套件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现在有好多灯具 比如说你买的时候 你这个灯具花了四五百块钱一套 灯具的外观非常漂亮 你把它拆掉扔掉 然后也不可能找到一模一样的外观的灯具 怎么办呢 你既想保留这个灯具的外壳 又想里面节能 那我们就把它做整改 就是灯具的外壳保留 我们在里面装上LED整改的那个套件 比如说以前那个2x2的四根日光灯管 你可以把它拆掉以后呢 有一种整改套件 你把它装上去 只要有DLC认证节能标志 那MSA电力公司也是会给你这种节能补贴的 长条灯也是 比如说灯具已经坐在那里了 你这是把那个内档换一下 换成LED的 只要有节能认证 它也是给补贴的 它具体的给的金额呢 也是相当可观的 比如说我们看第一行2x2 它如果是套件的话 它就补贴15块钱 然后一层四的就补贴20块钱 二层四的呢补贴25块钱 其实就两三块钱 跟那个新装的灯具补贴差额呢 就两三块钱 所以这个补贴还是比较可观的 这就是第五大类 这个第六大类呢 它是八尺长的那个linear fixture 就是我们以前经常看到的那个叫industrial fixture 或者叫commercial strip 就是大家知道的话 比如工厂里面以前经常见到两根灯管 八尺长96寸对吧 你把那个灯具换下来 你也可以把现在就是在这个八尺长的灯具呢 现在也有一种是八尺长 里面是四根灯管 就是两根四尺的 然后再串联两根四尺的 它拼成了一个一条一整条八尺的 这种灯具如果你把它换下来的话呢 它也是有补贴的 当你这个大鱼新装的这个灯具 你一定要去这个是八尺的 那个是integrated的 你买一条全新的八尺长灯具 输出的光通量大于等于四千五百流明 小于九千流明的时候 政府补贴25块 就是这个安审电力公司 大于等于九千的时候流明的时候呢 它补贴也是25块 所以你就知道买一条全新的灯具 八尺长的LED 只要超过四千五百流明 就有这个符合那个replay的资格 金额呢就是25块钱一条 这个就是第六大类八尺长 工商业用的一体化的LED长条灯 它必须要有节能标志 就DLC 我们再来看这第七大类 这个第七大类呢 和第六大类那个八尺长 工商业用的长条灯的升级整改套件 那又回到那个概念了 就是说这个灯具 你还可以使用 但是你又不想把它扔掉 你这要去买一种整改的那种套件 我们叫retrofit kit 就是你保留原有的灯具 把里面内档掏掉 换上LED的内档 也有认证的就是那个节能补贴 多少钱呢 就是只要超过四千五百流明 然后呢 小于九千流明 它补贴15块钱 像刚才我们可以看到 第六大类里面 你要是买全新的灯具的话 它补贴25 但是如果你用套件 整改套件去补贴的话呢 15块钱一条 然后大于等于九千流明的时候呢 那个整改套件补贴的话 它这个来来更改的话 它也有补贴的是20块钱 如果你要改个40条50条 你这里只要填上40 那20乘以40就是800 它就自动出来了 所以大家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们再看这个第八大类 这个第八大类呢 主要是针对换灯灯管了 它上面写的 T8LED灯管 然后四指长的直管 或者是U型管 或者是八指长的LED灯管 这个Type A B C都可以 Type A Type B Type C 四指成名意思呢 是指你这个LED灯管 在换灯的时候 是Ballust Bypass啊 还是需要这个LED灯管 跟Ballust一起合作使用 或者是既可以把Ballust剪掉 也可以继续和Ballust一起使用 就是A B C 就是这个概念 好我们继续看它 它怎么补贴的 你看大家可以看到 四尺长的T8LED灯管 输出光通量 大于等于1500流明 小于等于15瓦的耗电 四尺长的LED灯管 或者是U管 就是那种两尺长的U型管 它补贴每根灯管3块钱 好我们再看 它光通量输出超过2100流明 2100流明 实际耗电小于22瓦的时候 它呢也是补贴3块钱一套 然后八尺长的灯 这个灯管 LED灯管输出流明3200流明 小于等于43瓦的时候呢 它就给6块钱补贴 直接数灯泡数量 补贴金额就出来了 就是这么简单 第九大类 我们看LED T5 LED Tube Replacement Lamp 这个也是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是T8 它现在是讲T5 它说如果你这个T5的LED灯管 也是Type ABC 可以Ballust Bypass 也可以跟整流器一起合作 反正三种类型的LED灯管 都可以 只要有DLC 你就可以申请认证 申请这个补贴 它是怎么补贴的呢 你这个LEDT5灯管 实际输出流明 大于等于1600流明 耗电小于等于28瓦的时候 它给3块钱一根灯管的补贴 如果是那种LED高光效的 你光通量输出超过3200流明 耗电小于等于32瓦的 它给6块钱一根灯管 你这样在这工程里面 比如说你这个工程 就是纯粹换灯管 你要1000根灯管 那你大于等 这个灯管流明输出 大于等于3200流明 它只有25瓦一根灯管 那好了 那你这个就补贴6块钱一根 你这里输过1000 后面这个立刻6000块钱就出来了 那你这个工程正常补贴 就是6000块钱 就是这么个意思 好的 我们再看第十大类 LED Medium Bay LED High Bay Fixture Medium Bay High Bay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以前旧的那个仓库里面用的灯 都是一个大灯泡 里面400瓦的 我们很多人都不懂 就叫它大光灯大光灯 其实那是金鲁灯 或者高压纳灯 我们叫气起放电灯 高强气起放电灯 现在呢 因为它很多人觉得它不节能 对吧 都用LED High Bay 或者Medium Bay 把它换掉 什么叫LED Medium Bay High Bay 其实这个概念 对我来说也很混淆 但是通过我和这个电力公司 接触了以后 他们跟我讲灯距的底部距离地面 灯距的底部距离地面 只要超过16尺高 16英尺高 就叫Medium Bay和High Bay 超过2526尺高的就叫High Bay Anyway它的认证补贴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金额就比较大了 它是看到它的光通量一样 当它这个新买的LED High Bay 悬挂的时候距离地面16尺高 它的输出流明超过1万流明 同时它的耗电小于105瓦的话 每一套灯距补贴50块钱 OK 如果它的光通量大于等于12200流明 实际消耗功率小于132瓦 它补贴也是50 当光通量达到15500流明 实际耗电小于178瓦的时候 补贴金额就上升到90块钱一套了 好 再往下看 当光通量达到2100流明的时候 实际耗电小于305瓦 它的补贴金额就是120块钱一套 好 当光通量超过34700流明 实际耗电大于等于305瓦的时候 它每一套灯补贴你150块加笔一套 你自己看 你就对号入座 你准备用什么样的灯 替换你以前旧的灯具 但是你要知道 你不可以拿一个305瓦的LED灯 去换175瓦的旧灯 那你这样不但不省电 而且还浪费电 这是拿不到旅备的 所以这个常识要在 大家要记得 你只有用节能的LED灯 去换瓦数更大的旧灯 去真正的做到节能 它才给你这个补贴 那补贴金额就是这样 明码标价 一支支的给你标出来了 第11大类 11大类是LED low bay fixture 刚才我们讲了 什么叫medium bay high bay 就是指灯具的底部 距离地面16尺高 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这个灯具 这个灯具看起来一模一样 但是悬挂低于16尺以下呢 它的流明输出 小于等于1万流明 实际耗电小于等于100瓦的时候 这套灯补贴14块钱 这里面就有个插边球了 什么叫插边球 就是比如说 你把这个灯 它比如说正好是105瓦 看它那个实际耗电功率 是只有比如说 大于等于100瓦 小于105瓦 你要把它灯具 距离地面16尺高 你有可能就作为medium bay了 那那个rebay就是50块钱 这个东西呢 就要最后的鉴定 就是你去要电力公司商量 但是出现这个情况很少 但是呢 我们现在只是跟你讲 第十一大类这个low bay 它也有rebay的 当这个灯具 小于等于1万流明 实际消耗功率 小于1000瓦的时候呢 它给出来 就是14块钱一套的补贴 第十二大类 装在墙上宽观合理的 商业级的移动开关 包括调光器 英文呢 Wall Switch Occupancy Sensor 好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墙上 现在大家知道墙上的家里 就好多人装了那个调光器 Deamer对吧 或者就是Motion Sensor Occupy Sensor 或者像我们公司里面 有个小灰衣室 你能走进去的时候 它灯就自动亮了 能走离开了以后 五到十秒钟 它感应不到里面有人移动 它灯就自动关掉了 像这样的商业级别的 它也是有补贴的 多少钱一套呢 15块 好 这个就是调光器 大家记得 它一定要是装在墙上开关盒 就那种普通开关盒 或者厂作盒里面的 移动感应开关 包括调光器 这种Deamer Occupancy Sensor 它都要给到15块钱 大家知道 有这样的事情就行了 第四三大类 装在墙上 或者天荒上的商业级别的 移动感应开关 包括调光器 好 这个就要注意了 大家可以看到 Wall and ceiling mounted Occupancy Sensor 什么意思呢 它装在墙上 比如说 它是外置在墙上 或者是ceiling上 天荒上的 它这个不是装在墙上 那个开关盒里的了 这个给多少钱呢 因为这个灯 这个装在墙上 或者ceiling上的Occupancy 都是大的office 或者是工厂里面的那种角落 或者是 它是用了调控一排灯 或者一条线上的所有的灯 所以它这个补贴 就给的高一点 30块钱一套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30$ per unit 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是要记得 它不是装在墙上 开关合理的 你一定要知道 你不能明明知道 然后你装在墙上 开关合理 算这个 这个一旦被查住了 也不太好 大家实事求是 对吧 好的 我们现在看第14大类 装在灯锯上的 或者装在灯锯一体化的 移动感应开关 包括调光器 在英文呢 Fixed Mounted Integrated Occupancy Sensor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指 我们现在比如说大家去好多货舱 你去Home Depot Home Depot有些地方 它有的时候灯也是灭的 当你能走到那里的时候 它灯就亮了 就像我们那个仓库里面 也是有些 有些那个仓库的角落 那个地方很少去全货取货 当你插车开到那里的时候 我们的灯才会亮 那这个就是叫Fixed Mounted 就是指那个移动感应开关 是直接装在灯锯上的 跟灯锯结合在一起的 那它是怎么分利给钱的呢 就是当这个High Bay 大于等于100瓦的时候 就是说当这个灯锯 你把那个移动感应开关 和灯锯结合在一起 这个灯锯的瓦数 大于等于100瓦的时候呢 它每套这个Sensor补贴15块钱 好 相反 当这个灯锯小于100瓦的时候呢 它每套补贴8块钱 所以这个灯锯跟灯锯 那个集合在一起的那个Sensor 实际上是按照灯锯 根据那个灯锯的实际耗电量 来给Rebay的 分别是15块和8块 好 大家知道一下 最后一类就是第15大类 就是指 Networked Lighting Control 什么意思呢 网络型的光控开关 包括移动感应开关 调光器 什么意思呢 现在好多智能大厦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 刚刚完成了一个写字楼 它写字楼里面 灯差不多有四五千套 它分成几十个房间 你也不可能下班的时候 去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去关灯 所以呢 它是有一个中央控制系统 每个房间的灯呢 可能是跟 这个移动感应开关啊 也有可能是跟 每平方尺补贴 一毛五 如果你的office 总共现在是5万尺的货仓 5万尺的office 那5万尺的office里面 所有的灯都是通过网络控制 有节能的 那好 那就是5万 你这里填上5万尺 那5万乘以0.15 那就是差不多7500块 你的补贴 7500就这样算出来了 表格上所有的分类呢 我都给大家讲完了 大家在申请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把自己要做的项目 数字化到这个表格里 对号录作 然后填上数量 你就可以算出来 你将来拿到的补贴金额 就自动会出来了 这个是非常准确的 一点都不含糊 另外 从理论上讲 电力公司节能补贴的金额 尽管没有最大额度的上限 但是对于具体的每个项目而言 它有一个最大补贴金额 不超过你整个项目材料费用 50%的规定 这个是有明文规定的 大家可以从这个表格的 第114行可以看出来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你整个项目申请的时候 算出来你可以拿到补贴2万加元 但是你整个项目 实际购买材料的总共费用 才1万块钱 或者3万块钱 如果你只出1万块钱的话 他们的这个补贴项目 哪怕算出了2万块 它自动会变成 它最多给你5千块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出的材料才1万块 那我不可能给你补贴3万块 我最多就是给你 在1万块里面的50% 如果你现在买材料花掉3万的话 那它最多可以给你1万5 你也拿不到2万 但是如果这个项目 你现在材料算出来 你大约需要用到4万 或者4万5的时候 那你2万块是满额可以拿到的 材料这个费用呢 不包括人工费用 你不要刷小充满 把人工费用加到这里面 讲好的是材料 就是材料 就是你需要做这个工程 买多少材料 税钱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然后材料的50% 只要材料的50% 超过你能申请 你能申请到的最大的补贴额 就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拿到满额 如果不超过 那就以材料费的50% 作为一个最大cap 这个上限就是在这里 最后 作为一个从2008年 就一直follow up 安省电力公司 节能补贴计划的金属人员 我要实话告诉大家 这个补贴的金额是逐年减少的 同样的登据 一般情况下 电力公司补贴的金额 越来越少 如果大家本来就计划 要更换LED节能登据 又想趁电力公司给补贴的话 那就赶紧行动起来 一早不宜迟 抓紧时间吧 好了 这期视频我们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或者觉得我讲的内容 对你有用 请按红色订阅按钮 并按小铃铛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建议 请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答复 也许我们下期视频的主题 会因你的问题而产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